朱利·皮特的这场战争说起来有点像欧洲版的史密斯夫妇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曾经的恩爱夫妻如今为了金钱再三闹上法庭令人感慨 2024年的4月4日 安吉利娜·朱利向诺杉矶高等法院提交了一份控诉 其中她提到前夫布莱德·皮特早在2016年之前就有暴力行为 为人所知的2016年发生在飞机上的冲突不是第一次 只是此前她不曾对孩子动手 朱利未透露事前发生的暴力事件的具体细节 但她强调在她试图将法国米拉瓦尔酒庄城堡的股份出售给皮特时 皮特要求她签署一份更加苛刻范围更广的保密条约 包括要求她对自己受到的暴力行为保持沉默 这些部分的内容我稍后会做更加详细的说明 2016年朱利指控皮特在从法国飞往美国的私人飞机上有暴力行为 下飞机后朱利带着六个孩子逃去了酒店 五天后就正式提出离婚 据说皮特在朱利申请离婚的前一天才知道消息 瞬间引发全球影迷的热议 已是成年往事为何朱利却议题再提 朱利和皮特两人离婚官司之所以没完没了 就要围绕着孩子的监护权和法国米拉瓦尔酒庄城堡的分配权 在孩子的问题上法庭早已做出明确的裁决 朱利拥有完整的监测权而皮特则有探视权 然而至今家常问题仍未解决 皮特身边的消息人士透露 最近朱利再次提出皮特的暴力事件实际上是顾忌重施 因为两人目前仍在争夺法国酒庄的所有权 该消息人士称这是一种行为模式 每当朱利团队面临不立判决时 总会引入误导性的内容以分散外界的注意力 位于法国南部的米拉瓦尔酒庄城堡 是皮特与朱利在2007年乘坐直升飞机飞越该地区时 共同迷恋的地方 经过律师的艰苦谈判 几个月后 双方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租赁合同 当合同期满后 租客可以选择购买 米拉瓦尔城堡是一座17世纪的普罗旺斯建筑 当地历史学家指出 这座城堡建在横跨高炉的五大罗马大道之一附近 自1925年起 这里一直是显贵人士的居所 如今这座城堡宛如一个壁式的小王国 拥有雾城河 诗人橄榄园 湖泊 喷泉和森林等 其中包括一个占地600公顷的庄园和一个30公顷的葡萄园酒庄 城堡内还设有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音乐工作室 该工作室建于1977年 由法国爵士钢琴家亚克·卢西埃创立 对于曾经最为耀眼的好莱坞夫妇来说 米拉瓦尔城堡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里迎来了他们的龙凤胎儿女 成为匹特和朱莉的结婚圣地 留下了他们一家人的欢声笑语 2008年的5月27日 在匹特和朱莉亲生女儿的生日当天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入住城堡 同年7月 龙凤胎在法国尼斯诞生 随后这座城堡被众多狗仔记者守候 希望能拍到龙凤胎的面容 媒体戏称 全新的加纳电影节在此横空出世 2011年在朱用城堡三年后 匹特和朱莉支下了2500万欧元 收购了拥有这座城堡及庄园的 卢森堡有限公司 匹特拥有60%的股份 朱莉拥有40% 不过在协议签署的前8天 朱莉的经纪人建议添加一项末日条约 规定如果夫妻分居 双方都有权购买对方的股份 匹特拒绝了 并表示这对于两个通勤达理的人来说 没有必要 2013年12月 在匹特和朱莉结婚前几个月 匹特决定以1欧元的价格 向他未来的妻子提供10%的股份 以便两人平等地拥有这份 见证着他们爱情的产业 估计他当时压根没有想到 他这一小小的举动 将引发日后的风暴和无尽的战争 2014年 这对夫妇在所有孩子 和大约20个朋友的陪伴下 在米拉瓦尔的古老教堂举行了婚礼 朱莉透露 她的婚纱是由范斯哲工作室的裁缝 路易吉·马西与她的孩子们 共同设计的 婚纱上装饰着孩子们的画作 朱莉高兴地说 我无法想象其他人会制作这样的婚纱 路易吉对我来说就像家人一样 了解并关心孩子们 把这一切融合在一起 非常有趣 言语间流露着朱莉的幸福 和对孩子们浓浓的爱 皮特大家庭幸福尽欢言 一时被传为佳话 可惜好景不长 2016年朱莉高调申请离婚 她声称 在从法国飞往洛杉矶的四人飞机上 皮特醉酒并虐待她 和他们六个孩子中的至少两个 大儿子马多克斯还出庭作证 指控父亲 皮特极力反对 称当时只是争执 女方夸大其词 漫长的离婚争夺战拉开序幕 直到2019年 两人才正式获得官方承认的单身身份 纠纷主要围绕着两大问题展开 孩子的抚养权 和两人在法国米拉瓦尔酒庄城堡的财产分配 朱莉获得了完整的监护权 美国联邦调查局确认 没有证据证明皮特有家宝行为 予以皮特探视权 皮特在一次杂志专法中谈到 朱莉是个出色的母亲 孩子们都对她十分崇敬 离婚后 她决定戒掉多年的酗酒习惯 追求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关于离婚 皮特三点齐口 有消息称 2013年朱莉因房癌切除乳腺后 对夫妻生活兴趣简单 与此同时 作为世界最性感男演员之一的伴侣 她可能缺乏安全感 尤其是皮特与法国女星 玛丽安·戈迪亚 合作拍摄《间谍同盟》期间 评传绯闻 令她近季度又不安 法国媒体将朱莉和皮特 争夺米拉巴尔庄园城堡的新闻 戏称为玫瑰战争 在法语中 玫瑰一词语意双关 竟表示桃红葡萄酒 又象征着爱情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 一些华人企业家 热衷在法国购买酒庄城堡 他们或许深知 这是一项长期的投资 短时间内难以盈利 甚至可能永远无法收回成本 这是因为葡萄园的种植和酿酒过程 需要专业人员日常的精心打理 此外 葡萄园的酒产量有限 难以平衡古老城堡的修缮开支 因此 很多购买酒庄的企业界人士 本身就是资深的爱酒人士 法媒称 尽管朱莉和皮特的婚姻关系已经消逝 但他们的葡萄酒庄园却茁壮成长 2011年起 皮特夫妇与法国知名的酿酒师 马克佩兰合作 以50-50的伙伴关系 共同拥有米拉瓦尔的葡萄酒庄园 自从酿酒师马克佩兰加入后 其营业额从2013年的300万美元 增加到2021年的5000万美元以上 葡萄园的成功得益于 米拉瓦尔酒庄推出的首款精量桃红葡萄酒 该款葡萄酒在权威杂志 葡萄酒观察家的纽约办公室 进行的2012年份 普罗旺斯桃红酒盲品中 斩获90分 100分为满分 90-94分为第二等级 意味着这是一款品质优良 风格鲜明的葡萄酒 文章形容到 这款葡萄酒精致而优雅 充满了纯正的红色浆果和柑橘的味道 鱼韵带着碎石味和香料的辛香 据说法国首批上市的6000瓶酒 在短短的5小时内便被抢购一空 根据酿酒师佩兰的回忆 皮特和朱利在分开之前 经常向他请教葡萄酒种植技术 并且喜欢品尝不同年份的混合葡萄酒 至于口味 他们不太喜欢美国加州风格 更偏爱法国伯根地和罗纳河谷的出品 因为这间地区的酒更加细腻平衡 口感不冲突 并且没有浓重的木香味 米拉瓦尔首款桃红葡萄酒一炮打响之后 酒庄立即采取了在其他地区收购葡萄 自行酿造并打上自己品牌的策略 以便增加产量获得更多的利润 2020年1月 米拉瓦尔品牌进军香槟领域 宣布与法国东部的皮特斯香槟合作 共同创建一家专门生产桃红香槟的酒庄 这一举动被视为朱莉·皮特 以及他们的孩子们与葡萄种植者佩兰 与皮特斯家族之间的家庭项目 说到这一点 你不得不佩服演员皮特的商业头脑 2016年之后 朱莉再也没有重返酒庄 她眼巴巴地看着酒庄蓬勃发展 却没有分到一杯羹 尽管自己拥有50%的股份 经理非常不是滋味 不过她留意到酒庄的收入数百万欧元 与此同时 城堡修缮的债务不断增加 根据2021年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 米拉瓦尔酒庄实际上是由皮特和朱莉 通过一家公司拥有 该公司位于被视为避税天堂的卢森堡 他们可以以贷款和偿还的方式 来减少法国的税务负担 如此说来 米拉瓦尔的酒庄盈利模式真是深藏不漏 朱莉感觉到自己被骗了 气得五雷轰顶 急着想要出售 皮特出价5000万美元 然而谈判不欢而善 在2021年10月 朱莉将他的股份 与6700万美元的价格 转售给了俄罗斯寡头谢夫勒 然而谢夫勒万万没有想到 这笔交易成了一个烫手商欲 他从此卷入了明星夫妇 生死浩大的离婚诉讼中 谢夫勒被誉为福特加之王 他于1997年创建了SPI投资控股公司 2008年 他收购了全球领先的超级优质烈酒和葡萄酒公司 苏联红集团 从而名声雀起 自2002年离开俄罗斯以来 他一直居住在瑞士 确切地说 购买助力股权的是由谢夫勒控制的苏联红集团 该集团宣称他们被皮特排除在米拉瓦尔庄园城堡的经营管理之外 在2022年2月 皮特提出诉讼 他指责朱利将50%的股份私自卖给了一个具有不良关系 且心怀不轨的陌生人 这种行为故意伤害他 并且可能对米拉瓦尔的声誉造成长期损害 皮特断言 朱利违反了他们之间的协议 该协议规定任何股权转让必须得到对方的事先同意 他强调对米拉瓦尔庄园城堡 他付出了全部心血 严厉指责朱利试图以布劳尔获的方式谋取利益 据《人物》杂志报道 2022年8月 朱利曾向皮特索要不少于2.5亿美元的赔偿 容易赔偿他对米拉瓦尔庄园城堡管理权的损失 他解释说 自2008年购买城堡以来 布莱特·匹特逐渐将他排除在管理之外 将米拉瓦尔视为个人领地 尤其是在法国和国际市场运营桃红葡萄酒这方面 朱利还指出 自2016年离婚以来 匹特故意隐瞒了投资活动 并将资产秘密地转移给他的朋友或其他公司 以阻止他获得一分钱的利润 在线路的文件中 他还指责前夫把资金挥霍在不必要或者虚荣的开支上 比如花费100万美元翻新游泳池 城堡录音室 建立石墙 以及安装昂贵的楼梯等等 该楼梯已经在庄园内连续重建了4次 这些决定导致他的利润份额被剥夺 然而外界普遍认为 朱利索赔2.5亿美元似乎过于离谱 尤其是考虑到他在前一年已经通过出售自己的股份 获得了一大笔款项 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该庄园的估值并不支持这样的索赔 根据葡萄酒鉴赏家杂志的报道 米拉巴尔庄园城堡目前的价值为1.5亿美元 远低于所要求的2.5亿美元的赔偿金额 皮特向朱利索赔他当初作为新婚礼物送给他的10%股份 并指出朱利从未支付过象征性的亿欧元 至于赔偿数额 皮特希望在审判中得到确认 他请求民事法庭和陪审团就此事件做出裁决 由此可见 朱利和皮特之间的财产争夺似乎在升级 在此背景下 朱利控诉皮特昔日的暴力行为 实在是有点醉瘟之意不再酒 值得注意的是 朱利称当他试图将股份出售给皮特时 皮特强制他签署 条件更加苛刻 内容更加广泛的保密协议作为前提条件 这些协议包括禁止朱利在法庭之外 谈论皮特虐待家庭成员的事情 以及禁止将皮特的个人声誉 与米拉瓦尔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对此 皮特的团队于4月5日向法庭提出申请 要求朱利公开所谓的保密协议 以及他们之间的通讯记录 根据美国杂志的报道 目前卢森堡法院暂定将朱利持有的 10%股权返还给皮特 直至做出最终决定 这一裁决使得皮特在酒庄运营方面 拥有主导权 法庭记录显示 皮特对朱利违反公民交易的指控 获得了认可 玛丽法官驳回了朱利律师 就涉嫌违反合同诉讼的上诉 一些网友指出 朱利无论走到哪里 总顶着慈善家的光环 他频繁地访问贫困地区 和受战争摧残的国家 与平民、难民、受伤士兵打成一片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 在乌克兰战争期间 他却悄悄地将股份转让给了俄罗斯富豪 这些行为与他平日精心维护的 爱心人士形象极不相称 从最初争夺孩子抚养权 到目前争夺家产 朱利的精力似乎已经耗尽 生活中他将孩子置于首要位置 事业上他陷入了瓶颈期 沉睡魔咒二 票房产跌 2021年漫威永恒族稍有起色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2020年皮特凭借 在好莱坞往事赢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 并接连出演了子弹列车 巴比伦等较好又叫做的电影 生活中皮特找到了第二村 甚至有传闻称 他已与比自己年轻30岁的女友订婚了 在争夺抚养权方面 似乎朱利获胜 因为他持有全面的监护权 而皮特仅仅被授予探访权 但从法律角度上看 皮特胜出 因为这至少证明了他的清白 证明他没有虐待孩子 尽管离婚后 杨子偶尔会公开指责皮特 但皮特从未做出回应 最近有报道称 亲生女儿希洛希望成年后与他同住 皮特对此表示开心 并宣称不会放弃家庭中的任何成员 除了成功经营酒庄之外 皮特还与法国著名音乐人昆塔合作 重新打造了米拉瓦尔音乐室 皮特表示 希望将工作室打造成一个融入自然的避难所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关闭了近20年的传奇音乐工作室 终于在2022年重新开放 这个备受关注的项目 让皮特和昆塔成为相关专业媒体的焦点人物 历史没有假如 但请允许我们假如一次 假如没有2016年那次飞机事件 米拉瓦尔城堡或许会成为 皮特一大家子幸福快乐的天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